就社会女子地位低下,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三妻四妾,也是很长线的事情,有的甚至娶了十多个,但是大家有没有对这样一个问题产生过好奇,那就是她们娶了这么多妻妾,能够记得谁是谁吗? 关于这个问题,不同的人家也许有不同的回答,但是相信大部分人家是难以分辨的,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,就社会有名的人家那么多,我们今天也就不一一列举出来谈,而是要专门向大家谈谈袁世凯面对成群的妻妾,是如何分辨的?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赫赫有名的大人物,这样一个大人物,妻妾自然也不会少,袁世凯的一生共娶了十个妻妾,这些妻妾的性格迥异,相貌也不同,袁世凯的原配妻子于是比袁世凯大一岁,知书达理,相貌端庄,并且家境极好,于是与袁世凯的结合在当时可谓郎才女貌,门当户对,不过袁世凯却并不怎么喜欢于是, 两人的关系不太好,袁世凯的大一太沈氏与袁世凯在青楼相识,沈氏身材好,容貌美,深得袁世凯喜欢,袁世凯的三姨太金氏是朝鲜人,并且也出身名门望族,不仅如此,他还娶了金氏的两位陪嫁丫头,李氏和吴氏,因为李氏年龄比较大,所以做了二姨太,而吴氏则为四姨太,袁世凯的五姨太阳氏,虽然长得不算漂亮, 但是见多识广,把袁府上上下下管理得很好,是袁世凯最宠爱的一太之一,六姨太叶氏和八姨太国氏都是出身于青楼,七姨太张氏出身贫苦,是最不受宠的一位,九姨太刘氏曾经是五姨太的丫鬟,因长得好看,后来也成了袁世凯最小的一太。 虽然这些妻妾的年龄,相貌,性格等等都不相同,但若是这十位都站在一起,怕也是要分辨好一会儿,要是认错了,那也是十分尴尬的事情, 这种尴尬倒也不算什么,因为袁世凯还不小心,做出过更为尴尬的事,那就是他将儿媳妇错任成了他的一太,依次袁世凯的儿子,在家中看到袁世凯拉着一个女子, 而这个女子竟然是自己老婆,原来是袁世凯喝醉了酒,把儿媳妇错任成她的小妾,还好被及时制止了。 袁世凯清醒后得知了事情的经过,发觉妻妻太多,确实容易与府上的其他女子混淆,为了不再发生这样尴尬的事情, 她定下了一条奇葩的家规,袁府里的女子除了她的妻妻,其他所有女子都要穿红裤子。 袁世凯用红裤子来分辨其他女子和自己的妻妻,以免再发生尴尬的事情。 虽然袁世凯分辨妻妻方法听起来十分奇葩,让人忍俊不禁,但是事实证明还是十分有效果的,不过,却让府上的女子苦不堪言。